她处于爱 希望我可以过一些正常人的生活 全听你说 快看板 很多人就叫我 你离婚吧 但是我跟我自己讲 她是因为我 所以才搞到这样 因为我曾经去泰国 我就一面买东西 她就一面拿着那个行李箱 回到酒店 她整个肩膀是流一大片的血 然后我跟我自己讲 这么自私 为什么要搞到她这样 然后就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求 她处于爱 希望我可以过一些正常人的生活 那我也是因为爱 让她很多压力